哎呀聊聊影视各种 但是其实你一说坏蛋联盟的时候 我一开始没想起来是哪个动漫 后来我想起来就是我跟我爸爸一块去看的 当时呢 我说爸爸要不看一个那种就是老少嫌疑 哈哈哈那不如来看A-SOUL啊 那不了不了我我不是很介意我的双亲 来看我的主播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女儿怎么是个傻子 哈哈哈就当时我买错票了 我买了一个4D电影的票 结果就完全没有把剧情看进去 全都在想呃呃这个正什么时候能停啊 哎呀这个风筝都是刮的人好晕啊 还有汗水的你们知道吗 你们看过4D电影吗 我想哇是我太老套了吧 这个世界上的科技 原来已经进步到了这个低波 就是大家开始就是在公司开始飙车的时候 那个这个凳子就打打打打打打打 然后我还戴那个3D的眼镜 我不是本来叫晕3D吗 看到那个车子和那个行人 我崩溃了叫我喊喊喊喊喊 哈哈哈哈我何必花这个钱 受这个罪 你知道我刚才脑子里面的画面是 小婉被颠的擦擦擦擦然后哎 我没有人我爸爸快约了 其实她是有坐船的一些经历的 大家她一般都不太云车 而且她的车气非常好 她经常嘲笑我为什么会云车 但是她那天也会有 哈哈哈哈 喂 这是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 哈哈哈然后就说哦 你们年轻人的东西 哦哈哈哈哈 她也不好意思死了我的心 就爸爸还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她只会说哦 年轻人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东西 所以我一般都不让爸爸就是太了解 我们哈哈哈